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最近台湾发生了一件社会案件 是一位柔道老师把一个年仅7岁的孩童 才上了前几节课 就连摔他了27次 小孩子的哀嚎求饶 告知了已经受不了 脚痛身体痛都已经没法承受了 没法继续了 而那个教练仍然不为所动继续的连摔 最终将这个男童摔射了晕厥 送医之后医生只能宣布脑死 很多人来问老师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案件 老师在一般的过去的习惯 是不想去消费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但是想了两三天之后 那也发现这个新闻热度稍微降了 这样比较不会去给大家火上浇油 所以说老师现在来讲一下 这个柔道老师现在已经被法院积压了 但是说白了这样子的案件 大概就算是进了监牢 5年10年他大概也就出狱了 为什么 因为这老师已经年纪67岁了 要赔钱他怕是也没有钱可以赔 等于是说他除了做个短时间的牢之外 他就轻松的换走一条青春的生命 一个原本信任他的小生命 身为一个父亲看到这个案件 真的是感到痛心疾首 但是世间的律法总是对这样子的人 判定有教化之可能 然后就轻轻的放下 当然老师本身也不是什么善类 谁动我的老婆小孩 我就动他全家上下祖宗三百 这个是没办法的 因为保护家人的是必要的 而有些人会出来护航说 练柔道练个武术本来就是这样 连算27次只是刚好 只是那个小孩运气不好 这个真是有点昧着良心说话 为什么七岁就这样摔 如果每一个人七岁都这么摔 有几个可以活到长大的 有几个可以活到长大还当选手的 对不对 老师小时候也练武 老师的儿子更是在中国 少林寺武生开的武术学校里面 去做锻炼 就连武专业的武术学校 都不会把七岁的孩童这样子摔 更何况这个案例 他根本也不是武术学校 他只是一般的 一般的什么 协会里面的做体式能的幼儿运动 你把一个七岁的男孩27次的连摔 你再换个方法讲好了 这位老师 那你让我们一人拿一支棒球棒 往你脑袋上连27次 对不对 好不好 练铁头弓 对不对 不是也是很好吗 练成了你就成为一方大师了 练不成对不起你也脑死 可以这样子吗 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真的是还蛮严重的 那我们将要谈到的事情 其实从这个地方我们衍生出来 是什么呢 罪与罚 有时候在人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裁判公正 但是这个世界 我们要相信的一件是什么 他永远走了就是一个旧级的平衡 当世间的处罚不完善的时候 死亡之后的灵魂拷问 那就是无穷无尽的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什么是罪与罚 说到三界之中的刑罚 无论任何的宗教 大家都知道那便是地狱 一定是一个很公正的裁判所 地狱的刑度取决于审判官的裁决 无论是亚洲的阎罗王 阎魔王 西洋的撒旦 甚至是其他宗教的魔王 或者是埃及的民王阿努比斯 都会有审判罪犯的机制 然后按照你的罪行 来进入对等的地狱 接受的处罚 这个处罚的时间的 几乎可以说是无边无际的 判多少你也没有的抗辩 也没办法申请假释 更没有办法给你休假放风 当然也不会有所谓的罪犯的人权 这是没有的 因为你已经不是个人了 而处于地狱的罪魂的比较严重的 基本上他也会失去了时间的观念 然后不断的在感官上 就有永恒的痛苦之中 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刑罚 而在审判之前 基本上都会从三思神上面 先取得所有的犯罪数据 以及资料 来进行给判官相对应的判决依据 所谓的三思神是什么 老师之前讲过 这是在提醒一下 那就是在人的脉轮中的天轮 每60天就会在云端记录在天朝 与地府之中来做好备份 人生中做的所有事情 巨细迷移 无论大小都会被记录下来 包含饮料裤子跟生孩子的过程 都会被记录下来 包含了小男生 你看一些小黄本 也都会被记录下来 这都被记录下来了 会不会很害羞 其实也没什么好害羞的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看到家里的猫狗狗在发情 你会感觉到害羞吗 不会 为什么因为我们高这些猫猫狗狗一个维度 所以说当然不会有害羞的感觉 而神明也高我们一个维度到两个维度之间 所以基本上神明看这些数据 跟我们看幻养的家畜的时候 看他的行为跟数据报告一样 都是心态持平的 而得到了这些数据 带来看犯案者他是否已经在了阳间 也就是我们的人间受到了合乎刑度的刑罚 阳世间的法官轻判 阴间的判官就把他重判 刑度的时间也会延长了很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阳世间的生命 他是有限度的 除了彭祖之外 大部分的人是无法活过120岁的 那么你在阳世间的生命既然比较短暂 而你受到的刑度当然相对而言就会比较长 所以说刑期当然会比较缩短 这是一个有一定正比关系的刑度的一个裁判 而失去肉体之后 我们的生命也就近几乎说是一种什么 半永恒的状态 但是这也并非是永久的永恒 因为还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后 要进入到下一个生命的阶段 无论是降维度 或者是提升 或是平行的打掉重链 都是会有一定的时间 当然也必须动过刑罚结束之后才开始计算 但是我们的所能存在的时间 就不会跟肉体的衰老有这样子的限制 那么所判的刑度的时间 至少也都是阳间判官所判的10倍以上 这是一个基本的起跳 所以其实我们很常看到很多的罪魂 像一些地狱游戒或很多散书 或者是西洋的一些 也有轮回展身过的 都会说在地狱中的一些罪魂 受到地狱中的刑罚 通常都是三五十年起跳 甚至三五百年的都有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珍惜阳间所有的生命 也就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间 阳间的罪我们不要逃避 尽可能的去弥补自己的错误 不要带到下一个世界去 否则那所收获的会是一个漫长 而且没有希望的结果 纵使是神明下地狱要赦免一些罪人 比如说这个 日年穆连菩萨 或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那会去赦免这些人 操拔这些人 那么他也是轻罪的 或是他已经真心悔过的 才会有机会让观世音菩萨 或是地藏王菩萨 或是穆连菩萨 来给他操拔 我们阳世间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回向的法会 这些回向的功德给我们往生亲友的 也是在他们赎完大部分的罪 或是轻罪 或是已经彻底悔悟的时候 他才能够收到我们这些回向的功德 缩短他的痛苦 这当然还是有的 所以说我们才能看到上天不罪悔罪人 就是说什么呢 无论是阳间或是地府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愿意悔悟去弥补你的过错 那么你的罪当然就会比较符合其实的 如果你到死都不悔悟跟弥补 那么就像缴房贷一样 缴那个房屋贷款一样怎么样 你错过了期限 你就是硬烫的不缴 那么有用吗 不管你的脾气如何 不管你的多伟大人 你房贷不缴 对不起 就是把你房屋给查扣 你说什么都没用 这样子各位有没有明白 其实我们在人世间 我们的时间跟岁月是很珍贵的 我们不但要尽可能弥补我们的过错 当然我们也要尽可能造福他人 这样子我们的分数才会高 当然我们也才能够尽得往上的维度去迈进 而盼不盼人的罪业 首先要判断的 除了犯行 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有没有犯意 也就是当时的心态 你是否是怀着恶意的心态 来去行使这件事情 例如什么 我们讲的简单的事情 例如战乱的时候 人类都是互相残杀的状态 但是有些时候是为了抢夺资源而去杀人 那有些是为了保护家园而杀人 在这两者之间 行为是一样的 但是犯意是截然不同 一个是为恶 因为我要抢夺一个为了保护跟守护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再讲另外一个案例 比如是说有些人他选择了生命实在过不下去 我自我了断 但是有些人自我了断 是为了保护他人跟国家机密 我慷慨从容就义而亡 或是我必须要去谨守这个机密 避免国家或是家庭受到损害 另外有些人他自我了断 是因为他以为是说你对我不好 所以我自我了断 所以说我让你一辈子的内疚跟难过 那就不一样了 或者是说我不想面对到人事之苦 我也不想去工作 我也不想去面对这些错误跟债务 或者是任何一些让我心痛跟难过的事情 所以说我选择自我了断 终结我这个人生 那么最终这个行为都是终结你自己的生命 但是审判的善恶当然也会变成截然的不同 回到我们本次的主题 这个把一个7岁的孩子摔到脑死的 事后又做了伪证 说是孩子是自己不想练习 然后走到旁边去 自己头去撞墙 撞到自己昏倒 然后脑死的 这样的状况我们主观来看 在他连摔儿童的当下 他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而在孩子求饶的时候并没有停手 那么很难说这位的老师在摔孩子的时候 心中没有怀着恶意 哪怕他可以狡辩 哪怕他可以用嘴巴来欺骗别人跟自己 但是当下你有没有这个恶意 你自己最清楚上天地府也都清楚 换个地方来讲 如果这个柔道老师他还有点福报 那么他会受到阳世间最严厉的刑罚 那么对他才是最好的结果 因为如果到了地府去交给判官去补判的时候 恶行跟恶状 必然受到无尽的痛苦 怎么说呢 按照地藏经里面的刑罚地狱的逻辑 这个柔道老师他会有非常大的概率跟机会 是受到了车崩地狱 以及拔舌引铁汁地狱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在受到连摔痛苦的时候 恰如车裂车崩之苦 甚至手脚剧痛全身都痛苦 而拼命叫唤的时候却无法获救 就如同把你的舌头拔出来 让你灌入了铁汁 除了哀嚎你也无能为力 当然这都是老师按照经典的推测 实际真的是怎么样去判 那么还在杨坚 以及阴坚的法官跟判官的身上 而说到重点 杨坚的法官如果不能伸张正义 给予加害者应有的处罚 或者就类似什么 我们谈到了恐龙法官 或是有一些贪账枉法的检察官 警察或者是一些法官 那么杨世坚他们的为所欲为富裕而终 死后会面对到什么刑罚呢 这个我们下次有机会在与大家来讨论 最后老师必须说 凡数都会有虫 凡人都会有错 做错没关系 只要尽量的去弥补真心的悔过 不要再犯 并且积极的与人为善 那么人生必能够功大于过 而且有望能够跳出轮回 往更高的维度去迈进 我们做错我们去悔改 或是我们遭受痛苦 我们给我们自己的这些痛苦 所找出来一个思想的方向 这对我们的人生 对我们的生命的旅途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最怕的就是你选择逃避 而不去面对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